我沒有這麼嚴重過 而且還瞬間發濃又發熱 我這樣大家上吐下鞋 吐了四次然後拉了五次 想起當時經過 劉小姐於盡猶存 只說自己插點就是新聞主角 保齡茶室疑似食物中毒案 持續擴大 根據台北市衛生局統計 3月19號到26號 一共7人通報送醫 其中2人不幸死亡 2人加護病房搶救中 還有另外3人 透過1999專線陳情 不到兩天的時間就轉加護病房 這一次的這個病況會比較 就是急轉直下的比較快 所以會就是發病之後 比較快轉加護病房 根據了解 救命案例吃了超過條 花旦河粉 香蘭葉汁等等 狀況大多為恶心嘔吐 膚痛腹泻 急似食物中毒 檢驗的時程 如果是微生物 都要抓兩週以上 那其他的一些物品 我們都盡量會加速 提到說可能米消菌酸所影響的這個 其實現在都在調查啦 大家只是一個推測 所以等於我們有確定的一個結果的時候 就會趕快跟各位說明 衛生局在昨天也更重要的 將新一區保齡茶室即可勒令停業 同時對於在台北市所有保齡的分店也勒令停業 食安風波如滾雪球到底是毒素 米消菌酸還是另有原因 甚至人為因素疑點重重 食安官醫療人員檢警統統介入調查 要在最短時間找出原因 環宇新聞陳言為週常回黃春宣 台北台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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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